哈喽,我是比哥,现在我们要去拿快递了 我头发也剪完了,这发型,我也挺无语的 好了,现在出发去拿快递 现在我到拿快递的这一边了 然后去拿牌照去 就是我停车的地方有点远 车大了就更懒了 看一下啊,现在快递到了 但是我在想怎么安装呢 又是一个大问题 回注册点,看一下 今天的天气不怎么好 感觉要下雨了 赶紧回,赶紧回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注册点 把快递拆一下 看一下怎么安装 我记得这个螺丝啊,不好拧 当时那个牌照是我爸给我拧的 怎么出不来呢 哦,它是用两盒 它是两盒吧 两盒啊 你确定吗 确定啊 好像不去两盒,就一盒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了,哪里面的螺丝 哦,哪里面的螺丝 对,这个螺丝 啊,好 好 嘿嘿嘿嘿 你这螺丝那么小啊 嗯,现在把牌照给上上去 对 这个螺丝没有那么好拧哦 我也没螺丝刀 呃,等一下去哪一个 气球店让它给我拧吧 没螺丝刀 我怕到后期掉了 所以找个气球店 去把它给安装 安装上 现在我开车去把牌照给安装上 还有一个快递它还没到 但是应该正确来说 这里面也不是很远 应该也快到了 这边这个 气球店关门了 我得重新找一家 气球店把牌照给安装 这边可热闹了 不知道呀 诶,这里有一家哦 再找一家看看 外面下雨了 妈妈 诶 我们都找妈妈玩 外面下雨了 我得把牌照安装上去 为什么呀 你看妈妈的车还是临时牌 现在 临时牌照 嗯 来 就是帮我按一下呗 这个 10块钱 险险险险险的 有啥不好嘞 找师傅按快呀 自己按不知道按到什么时候了 这个好按吗 这个好按吗 哪个都哪个都一样 是吧 对我来说都一样 好吧 不管你是奔驰包猫 还是小奥驰 你都是一样的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这螺丝不好拧 现在我把牌照也N上去了 这数字 挺不错的哈 哎 现在只是下雨了 我现在问一下这轮胎 问一下他大概多少钱一个 心里有个点 哈哈哈 不过我也是没点的 上次在湖南那边还是被人坑了 现在呢我家小宝已经睡着了 今天晚上这边特别冷 我就把毯子拿出来给他盖 把这个枕头垫在窗那边 能挡多少风算是多少风吧 这边好冷啊 今天是8度 我正明天的这些窗帘他都到了 我到时候会换一下 这一块呢到时候也会换掉 我准备打算在这里面 坐在这里面 坐在这里面 这样的话就会好一点 因为这 这边我才知道 以前不知道啊 才知道就是 这里还有一块是漏在那里面的 如果我灯一开的话 他就会露出来 这边杂七杂八的 我还没有收拾啊 也不知道怎么收拾了 这块毯子是新买的 还有这一块是被咬了 然后我在这边买了一块脚垫 到时候给安上去 这里贴了两个老可爱的扣子 这个呢就是把线给固定了 这个呢到时候弄那个垃圾袋 我的车就是现在成这样 收拾开上去很乱 没办法 在这两天再收拾收拾 上面准备了一大 上面准备了一大堆的口罩 这是小朋友的口罩 还有里面的签笔 到时候他也在路上画画 我在想 在这里要不要再弄一块帘子 为什么呢 这样随便可能可以保温吧 这小家伙睡得老乡老乡了 快递到了 快递到了 准备把脚垫给按上去 然后等一下再把窗帘给按上去 哎呀我现在把他给拿出来 哎呀 这个是双层脚垫 这又是什么 啊这是旁边的 哎呀 不好装啊这个 现在这一块已经装完了 然后就感觉这里要沾一下 这里要沾一下 都不想沾就这样吧 哎呀这个对头发 现在我就这样弄着吧 弄完了以后 再说哎呀 感觉总感觉不是配套了 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这样吧 拜拜